如何是念佛指观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念佛指观就是支持纳摩阿弥陀佛名号。 何谓指? 就是遮止一切境界之相。 当念这句纳摩阿弥陀佛的时候,就会细心一处,而不会去攀缘五欲六尘。 这句佛号念得清楚,听得清楚,想得清楚,孤明立立,就是在作修观的功夫。 这种简易而又究竟的方法,来自阿弥陀佛名号内在的两个特点,一个是无量寿,一个是无量光。 一句无量寿就是既定,可以修止的功夫,一句无量光就是照用,可以修观的功夫。 对于我们来说,有止就有定,止为定音,有观就有慧,所以念佛就是定慧双修。